最近这个理文事件一事件也是沸沸扬扬 我们可能会想很多 因为明星这个时代曾经很辉煌 至少占据了我们这一代人 大概也有二三十年吧 作为细致当道 那还是不以为然 很多年轻人尤其羡慕他们 也没关系 唱歌唱得好听 跳舞跳得好 人长得漂亮 青春饭 没有什么实际的太大价值 说赚了很多钱 那都是你们给他奉献 第一个 我们平常心没有什么了不得 反过来替他们想一想呢 说他过得怎么苦 其实啊 不光是明星 很多戒 很多戒 包括所谓的文 文化 也很可怕 对所谓的 衣冠结兽 更麻烦 这人出了名之后啊 这人出了名之后啊 那很多东西都会来 好的坏的 名利权 位 很多这些啊 都是工具 有了之后呢 自然有影响力 自然能做一些事 呼唤一些人 那么相对来讲 你能不能受得住呢 说受什么 受众人的目光 坚实 那你 言语的打击 不管是好坏 其实你内心当中啊 总是这样 上上下下 很难安定 你说好坏 古人讲人怕出名 出话状 尤其啊 如果你是 搞文化国学 你出了问题 那么 众人 失财 不一定是好的方面 那你烧得很快 你看那个曾经的 于秋雨 就是离了一次婚 找了一个 修掉了解发夫妻 当然了 这个人的面向 是有点问题 你说他也算半个文化人吧 那 更要 谨慎自我 很麻烦 人一出了名之后 换来的不光是 赞誉 有负面 得来的虽然是钱 但是你要受 众多 各方面的谨慎注意 不光是抬头 算是有神灵 你生活的这个层 我们 人类社会 那处处 都要自我反省 明星更不要提了 看上去都很好 外表 都被这些所吸引 那么他们各自的生活就乱得不得了 而且呢 再多加一句 你是哪个行业的 就以此为专 厂可以去 厂可以去跳 干嘛脱衣服呢 干嘛整天出来八卦呢 讲什么道理还 你会讲道理吗 读过几本书 只是作秀 戏子皇帝 这个戏子当道啊 说实在这个下角流反扑 这些年代 实在自然不会太好 你只是听他歌 好听 罢了 足够了 但是仔细的话 有些 걸 他们内容